各位同學 大家好 那我們那個 剛開始要請慢慢熱積一下 後面就會順了 遺囑信託啦 現在其實最近 這個信託這個東西還蠻熱門的 真的蠻熱門的 遺囑呢也很熱門 我這三年 這三年做的遺囑 就是要怎麼講 反正就很多 跟之前比起來 因為這三年是 疫情的關係 那以前早期在做遺囑的時候 可能都是一些相對 年紀比較大的 那最近這幾年啊 大概有些四十幾五十幾 也來做遺囑 我就正直撞眼 那時候就說 為什麼要這個時候來做遺囑 他說也是怕疫情 我就突然間就走了 等一下會講到一個案例 他那個真的是很恐怖 他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人在美國啊 醫生 因為疫情 想要逃回台灣來 就從美國那邊就是辭職 辭職完之後呢 大家同事就聚餐嘛 聚餐就中了 就中了那個新冠 就真的就走了 那後續衍生的問題就是 台灣這邊的一些遺產的問題 一些遺產的問題 那我們開始慢慢的往下 遺囑信託啊 他當然就是 嗯 好 他牽扯到的就是我們的 遺囑加信託嘛 那遺囑信託的重點啊 重點啊 其實我個人會比較 偏向於先放在 遺囑的部分 因為 遺囑 進入繼承的狀態的時候 欸 我們 大家應該都知道 所有的東西 只要人死掉了 人死掉了 所有的東西 不管是什麼 財產的過戶啊 法律關係等等等等 全部都先退到後面 先解決的是什麼 遺產稅嘛 就是你沒有繳稅 你剩下一切都免談 財產要過戶 不行 遺囑要執行 不行 反正你就是先幫我 把錢繳完了再說 那 我們先看好 前面遺囑信託啦 定義就是遺囑 遺囑遺囑嘛 委託人 遺囑遺囑 在遺囑中 指定 遺囑執行人 所以遺囑當中啊 最重要的是什麼 一個遺囑的要件 我們講的是比較 市場上比較常見的 致書遺囑常見嗎 應該不常見吧 有致書遺囑我可能也看不到 最常見的當然就是我們所謂的 代筆遺囑最常見 就是 總共三個見證人 其中一個代筆嘛 那可能各位會被找去當 見證人的 那我們呢會被找去當 代筆的 就是寫那個遺囑 那代筆遺囑 有露營嗎 你們會露營嗎 我們是建議說不要露營 我們代筆遺囑沒有要件 說一定要露營吧 沒有要件 露營不是要件 那露營呢 露營是為了要保護自己 所以我一般我自己在做 我會露營 但是我不會露營 因為露營就尷尬了 因為我有一次有露營 後來回去看了一下 我就把那個影像刪掉了 因為那個做遺囑那個人 就一直延伸閃爍 然後有一點 就是在做的時候沒感覺 做完之後回去看這個感覺 我要是一個法官我看到這個 我會覺得這個立遺囑人是被影響的 很容易會這樣 因為你就想我現在如果對著你在露營 你會不會眼神閃爍閃爍 其實還是會 是不要露營 真的不要露營 露營跟露營不是遺囑的要件 露營可以自己留著就好 都保護自己 因為要證明說這個做遺囑的人 他的精神狀態是OK的 好 那我們最常見的就是我們的代筆遺囑 那裡面像這個見證人都OK 大家也都知道不能有厲害關係 不能有厲害關係 繼承人絕對都不信 那裡面呢 會有一個遺囑執行人 那一般來講啊 我自己在做遺囑的時候 我都會盡量跟當事人說 你要不要找一個遺囑執行人 因為這樣子遺囑才能夠有效的去執行 特別是如果涉及到不動產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遺囑在做 他主要是為了那個不動產 人死掉的時候 不動產先過戶 有遺囑執行人就過戶 看要怎麼過戶都可以了啦 因為有遺囑執行人 但是如果沒有遺囑執行人呢 講真的沒有遺囑 沒有遺囑執行人的時候 那個不動產過戶是要怎樣 就是要所有的繼承人嘛 去做一個這個 同意才能夠做一個 協議分割的動作 那個不動產才能動 所以我們會說 最好有一個遺囑執行人 那遺囑執行人呢 這個會牽扯到後面稅的問題 遺囑執行人各位有當過嗎 大部分喔 南部地區會比較常找的遺囑執行人 就是代書嘛 因為 南部喔 他那個遺囑執行人會需要 大部分是因為有土地 所以需要過戶 所以就乾脆直接找代書 那遺囑執行人各位會想要當嗎 之前也有人找我要當遺囑執行人 但是我後來是拒絕 因為其實 遺囑執行人他的責任還蠻重的 因為各位我們後面會提到那個遺產 我們會講遺產及鎮餘稅 但是因為鎮餘跟我們的 這個遺囑信託沒關係 遺症算是鎮餘嗎 那不算啊 他算遺產 他一樣先處理遺產的問題 遺囑執行人 因為他在我們的遺產鎮餘稅法的第七條 他是第一順位的納稅義務人 知道知道吧 第一順位喔 所以如果遺產有短漏報 要處罰誰 處罰處罰 對對對 所以Google一下那個 那個破產管理人 還是遺囑執行人 不是台中有律師被罰嗎 那個就是因為他是納稅義務人 當然遺囑執行人他是第一順位 如果到遺產管理人 他是第三順位 但是當你當遺產管理人的時候 實際上你也等於是第一順位的納稅義務人 因為一定前面都沒有了嘛 所以遺囑執行人你要考慮的是 要當 可以 要收費用 當然 當然要收 那要考慮的是後續的 這個納稅義務的問題 我們之前後面有遇到 我們後面會再講 就是 問你們喔 就這個問題而已啦 遺囑執行人 你是遺囑執行人 那 遺囑裡面有其他的繼承人 那請問一下 納稅義務人到底是誰 遺囑執行人還是繼承人 遺囑執行人喔 但是一般實務上在做的時候 遺囑執行人你會去幫人家報遺產稅嗎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有可能是繼承人自己去報 欸 繼承人 啊報錯了怎麼辦 報錯了第一順位是遺囑執行人耶 我沒有遇到過 實務上以前在國座義務的時候 是沒遇到過 但是 理論上在看的時候 他應該是要處罰你第一順位啊 第一順位應該是這樣子 那裡面那個 納稅義務人裡面還有卡一個東西 第一順位是遺囑執行人嘛 第二順位是繼承人 及受遺症人 受遺症人 我現在有點跳開那個遺囑 好 那現在問題點來了是 如果今天沒有繼承人 沒有繼承人 如果有遺囑執行人 一定就遺囑執行人了嘛 沒有遺囑執行人 沒有繼承人 只有受遺症人 只有受遺症人 喔 的時候 受遺症人 可不可以去申報遺產稅 知道在講什麼嗎 喔 因為他 我跟你講因為這個也很尷尬喔 實務上有認為說這樣不行 因為遺囑訂完之後 沒有遺囑執行人 沒有繼承人 有受遺症人 要幫我訂遺囑 一定有受遺症人 然後我幹嘛訂遺囑 這時候都沒有的時候 他會直接跳到遺產管理人 遺產管理人 所以受遺症人有沒有辦法自己去申報 好像沒辦法 我沒有遇到過 因為之前有一個人要問我 在問的時候 他說那我可不可以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卡在一個問題對不對 遺囑你沒有繳錢 你沒有繳稅 你其他通通免談 所以當遺囑做出來之後 最積極要繳錢的是誰 一定是受遺症人 一定是受遺症人 他希望趕快報稅趕快繳完 全部都弄完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拿到 我的受遺症的標的物了 所以他希望我去繳 我去繳錢 我去申報都沒有問題 那問題是 國稅局不收啊 你報我不收啊 後面會再提到 有些申報的問題還蠻有趣的 好 那遺囑生效的時候 有遺囑執行人來執行 遺囑的內容 看一下 燈是這個嗎 好順便 第三號 生第二點 處理遺產的內容 繼承的相關事物 就是申報遺產稅 並將遺產完納遺產稅後 完納遺產稅後 再交付信託 所以其實前階段是先處理遺產 對不對 第一階段我們先處理遺產 把遺產處理完之後呢 才能夠把 遺囑裡面 鎖定要交付信託的財產交付給 受託人 受託人 那交付給受託人之後就相對單純了 就開始走所謂的信託關係去處理了 大概走信託關係去處理了 好 那管理 由受託人遺囑內容管理 信託財產 這個也沒有問題 達到照顧後面的這個受益人 避免不必要的紛爭 上次 因為之前在別的地方講過類似的議題 我就有一個同學律師在問 那這部分要交正與稅嗎 不用喔 就不用了 因為這部分我們是在遺產稅嘛 先走遺產稅 所以沒有正與稅 那這邊的東西當然就是公證遺囑 正本一份 然後遺囑信託加信託關係的部分 公證遺囑也是一個問題 以我們自己來講 違反特留份 違反特留份的遺囑可不可以做 可以嗎 同學有時候問我問你 有時候 我就想說 我做過的遺囑 沒有一件沒有違反特留份 每一件都違反特留份 他說就是違反特留份 才會特別來做遺囑 只是說 差在說 你如果要走公證遺囑的話 你就不能違反特留份 因為你要公證的時候 你要拿著 裡面有一個要件 你去找公證人的時候 他會要求你提供財產清澈 如果財產清澈明顯的 已經違反特留份的時候 公證人他不會幫你公證 有人去這樣做過嗎 被打槍的 有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做過 因為 遺囑來找我就直接做了 我不會再叫他去公證 因為原則上 這樣我們律師這邊做 是就OK了 好 那遺囑信託呢 遺囑信託是以委託人死亡 委託人通常就是 不是通常他一定就是 他一定就是 他一定就是那個被繼承人 死掉的那一個 死亡為停止條件的他意信託 這也是當然的嘛對不對 人都死掉了 你還想定自義信託 那不可憐的事情 那本質上呢 就是屬於什麼 遺產繼承 所以要跟大家講的是 遺產繼承是報遺產稅 他跟證與稅是會對立的 他不可能會有在證與稅的問題 沒有在證與稅的問題 所以呢要列入 委託人的遺產 來課程遺產稅 這是當然的啦 好 那遺囑信託這個是法務部的定義 然後23 第二點第三行 遺囑信託屬於單獨行為 遺囑人身訂立契約 以其死亡為條件 或使其而設立的信託 非屬遺囑信託 死亡為條件 這是什麼 這是已經訂好了 這是已經先 你先訂了一個 訂了一個信託契約 遺囑信託是 你直接在遺囑裡面 就把信託都用好了 這個講的是 我先訂了一個信託契約嘛 信託契約 那可能我另外要附了一個條件說 那我死亡的時候 我的財產 遺產有一部分在 譯注到這個信託裡面 是變這個意思 那這個東西就不是我們的遺囑信託了 好 那我們剛剛前面在講 因為遺囑信託它 本質上第一步要處理的還是 遺產的問題 那也許各位有那個需要 要幫客人 我委託人 去訂一個遺囑信託 那在規劃的時候 你當然 最基本的 我覺得重點還是在 遺產稅啦 因為你為什麼要訂遺囑 為什麼要事前做一些規劃 當然就是想省錢嘛 一定是想省錢啦 那信託呢 信託的話 信託最大的實益 應該是在 贈與稅那邊 在贈與稅嘛 在贈與稅那邊 而且呢信託它原則上 本金啊 我們100年6月5號那個 股票之息 他一信託 大家一定都聽過對不對 會有那種規劃是因為 原則上 在規劃信託這個東西的時候 本金啊信託的本金 都不要 都原則上要自益 不要他意 因為那個稅捐利益比較沒有 要知息 知息 他意 才會有所謂的稅捐利益產生 那因為知息 他意的時候你會 沒辦法計算那個 贈與的額度是多少 所以你會用 郵局一年期定存利率去算 所以才會有稅捐的利益 對嘛齁 所以股票之息 他意就是利用這種方式 那在遺囑信託的時候 比較不會 考慮這種情形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嘛 他 他不是課贈與稅嘛 他不是課贈與稅 他是走遺產稅 屬遺產稅 那我們遺產稅的性質齁 就是屬人兼屬地 這個都是比較理論的東西啦齁 嗯 那以前有一段時間 那個信託感覺好像比較沒落一點點 就是因為那個單一稅率 之前就10%嘛 那106年嗎 5月11 因為我有一個 有一個人K 他就是剛好過了幾天死掉 就變累進稅率了嘛 不過那累進稅率還好 就10% 15% 20% 因為有累進稅率才會有所謂的 稅捐利益產生啦齁 比較有稅捐利益 那 基本的啦齁 因為有時候人家在問的時候 一些 基本的東西 應該要趕快回答 我們的 遺產稅 他累進稅率是多少 就5千嘛 5千跟1億嘛齁 就是那個10% 15% 20% 這樣上去 那原則上呢齁 我們是最 境外的財產是怎樣 應該講說 我們要先分離是境內 還是境外居住的個人 那境內居住 這兩年齁 還蠻常發生的 我們看最下面 死亡前兩年內 在境內有住所 然後雖然沒有住所 但是居住滿365天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基山食物 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看那個居住 天數 我們就是看那個 路出境 因為我們以前在國稅局的時候 可以直接掉那個 路出境嘛 就看你路進出境 然後以前都不知道 後來才發覺 他連小三通都可以掉 所以跑到大陸去 跑到大陸去算什麼 應該也算在境內吧 還是境內 就反正現在大陸那個問題 就是麻煩 那為什麼會講說 最近會常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前兩年疫情的關係嘛 就回不來 回不來 所以像 之前可能有其他講座 也有提到 像房地合一也是一樣的問題 甚至像 一些薪資 一些扣角 或者是救援扣角 都一樣的問題 就是 因為兩年內他 人在美國 他可能沒辦法入境 所以他變成是怎樣 變成是被認定成是 境外居住的個人 所以 本來是應該 比如說薪資要做扣角的 或者不用扣角不管 但是因為變境外居住個人之後 他就必須要做那個 十倍%吧 應該是18%救援扣角 為什麼會講這個 因為我妹就是一樣 就這個問題 表妹啊 他就在美國 兩年回不來 那 他的 家裡面就是 表妹 我舅舅 公司 就發一份薪水給他 就是 有一點在包那個薪水 結果後來就是因為兩年 所以就要變成是 扣角的問題 救援扣角的問題 還有什麼 鼓勵也是一個問題啊 反正就是這兩年 進不來 就是境內跟境外的區別 那這個在所得稅 應該會討論比較多啦 好 那政府 聘估來台 固定居留期間則不在此限 這個可能跟大家沒關係 我之前遇到的是那個 空軍 空軍那個 我們不是會買戰機嗎 買戰機 買戰機的時候還要順便把那個 美國或法國的教練一起聘過來啊 聘過來之後要付他們很高的薪水 我就聘過來 就是這個薪水的問題 好 那境內跟境外 反正一樣 不管如何 境外財產先不管 先不管 境內的財產 境內的財產 就算你不是境內居住的個人 你遺產稅還是要繳吧 你不繳 反正我台灣這邊的不動產 不會讓你過戶啊 銀行的存款應該也不會讓你禮吧 你一定要拿到 疾恩機關給你的完稅或免稅證明 那我們剛剛講那個例子就是 人在美國啊 人在美國 他那個也是 曲折離奇 他就是 人在美國 媽媽 媽媽人在美國 然後就因為疫情的關係 死掉了 然後留下一個女兒 女兒也是美國籍 他們都完全 就超過兩年了 所以台灣這邊等於是都沒有住所 然後 後來呢 因為媽媽 死掉那位媽媽 在我們屏東那邊 有一塊地 一塊很大很大的地 公告限制 印象中好像是九千多萬 公告限制 九千多萬 那現在那個死掉的那個 那個媽媽的爸爸 就是阿公 阿公 就想要把這塊地拿走 就是拿走 那因為阿公就說 因為這塊地 實際上是 是他買的 那反正不管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 那時候就說 反正 就是要怎樣 先報遺產稅 先報遺產稅 人是死了兩年喔 人都死了隔兩年 才經由類似 像那個資訊交換 從美國那邊通報來說 這個人已經死掉了 然後國稅局才發單 要繳遺產稅 那遺產稅 在申報期間是六個月嘛 延長三個月就九個月嘛 像我自己在做遺產稅申報 反正第一件事 一收到案件 就是先 先斬延嘛 先斬延三個月再說 那理由 就不外乎兩個 一個就是財產複雜 其實也沒什麼財產 不管 反正就是先 先斬延 如果 另外你覺得這個理由 好像說不過去 你就第二個理由嘛 就是 拋棄繼承 曠日廢死 反正你就亂寫 不能這麼想 上網有啦 他是勾的啦 就那些你就亂勾 這樣教你們不太對 反正他一定會過 一定會過 那我們那時候 各位有報過遺產稅嗎 有遇到過 其實這個 壞習慣 我之前在國稅局 也是這個壞習慣 出來之後就覺得 很討厭 就是 你在報遺產稅報下去的時候 通常承辦人會幫你做一個 初步的審核對不對 初步審核 那他如果覺得 有欠缺了哪些東西 他會 叫你拿回去 他會不收件 因為有一次 每一個曲局都這樣子 有一次我就 我就很急著我 一定要送 我就是 我就是 要送 那他就是不收 他就跟我說我缺了什麼什麼什麼 那所以呢怎麼辦 你們那時候怎麼處理 他不收啊 你也不能 丟在那嘛對不對 所以就 就出來了 就到隔壁的郵局 就是寄雙掛寄給他 真的 真的啦 真的 因為其實那個是一個申報期間的問題 你一定要在那個期間內申報 有缺你可以在事後發文叫我補啊 但是我就是要寄給你 而且我寄給他 我是寄給他們局長 對 對 不是很好 就直接去給局長這樣轉過去 因為 因為有時候 真的就是 很麻煩 其實他們可以收啦 他們是可以收 好 那 後面應該會再提到 那 那一件那個美國那個 他已經 遇了 六個月了 是不是就會被罰 對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有遇到這個 一定要講 如果真的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是其實可以免罰的喔 所以我那一件 雖然 遺產 不能講雖然 遺產是被幫他報完的 雖然後面土地沒辦法過戶 雖然土地沒辦法過戶 但是至少免除了他 被罰 的這個情形 因為疫情期間 他可以說因為 通報的機制 所以 其實他說也覺得很奇怪 女兒都死了三四年 你竟然都不知道 就真的很怪 那 但是疫情期間的情形 很多是免罰的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遇到說 被繼承人死亡期間 是在 前三年 就那個疫情期間的時候 如果因為有時間上的delay delay可以去嗷嗷看說 因為 疫情的關係 沒辦法 搞不好會過 搞不好會過 好 那我要講什麼 好 然後 喔對啊 幫他報完之後 現在要過戶 過戶 那個留在美國的那個小朋友 他就是第一順位繼承人 對不對 第一順位繼承人 因為直系血清悲清書 也是唯一繼承人 他離婚了 唯一繼承人 那唯一繼承人的話 又未成年 他會有一個法定代理人 對不對 他那個又很尷尬 是 美國那邊 美國那邊 他的法定代理人 是女生的保母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保母 那個當事人是跟我講的 但是 台灣這邊 台灣這邊我們會看什麼 我們會 我們會掉他的戶籍成本出來看嗎 我們就看 反正戶籍成本上寫誰 就是誰嗎 那戶籍成本上就是寫說 就是阿公 所以其實 土地有沒有辦法去做一個交易的動作 應該可以 因為阿公可以 那時候那個阿公就叫我幫他弄 我就不敢 因為我很膽小 因為我就覺得 其實就明明知道 法定代理人 可能是別人 對 那只是因為可能台灣這邊的護政 還來不及做更正 然後你也知道 那你知道你不跟我講 也就算了 你既然跟我講了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我就說 那要不然你自己去找 代書幫你辦過戶 因為你是法定代理人 看可不可以過 結果我後來聽說 他真的就 就這樣一路 一路就 過過去了 阿當然其實這個後續 還會衍生很多問題喔 因為那個畢竟還是 那個小朋友的 財產 所以你後續 你要還人家啦 阿如果沒有還 可能類似像什麼不當得利 甚至 因為這樣而告 親戰竊戰的 也有 也有 因為 像這個遺囑信託也是一樣 像 其實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 有看過 其實這涉及到很多是 監護權的問題 像為什麼有很多 他會想要再立遺囑信託 最最常 不能講最常看到 我也才做兩個而已 夫妻離婚 夫妻離婚之後 小孩子跟著媽媽 就是單獨監護不管 反正就跟著媽媽 俗稱的跟著媽媽了 結果媽媽發覺得了癌症 有一大筆的保險金跟遺產 的時候 媽媽這時候會甘心就這麼走嗎 因為 接下來衍生的是什麼 媽媽如果走了 小孩的 繼承是小孩繼承都沒問題 問題是 監護權會回到 那個 爸爸前夫身上 所以媽媽就不甘心 就非常的不甘心 那 現在就有兩種方法可以出 一個就是 就是 遺囑信託 我就直接遺囑 然後找一個委託人 那財產就是到那個 委託人那 那 到小孩成年 現在18歲 成年之後再給小孩 如果小孩自己沒辦法 還硬要給爸爸 那就沒辦法 那就是命的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這另外一個不是今天的主題 就是 保險金信託 保險金信託 也許 我們現場有這個 保險業的 那保險金信託 那時候那一件 我們本來想要幫他做保險金信託 但是 來不及 真的來不及了 因為保險金信託一定要 要 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 然後 遺囑 要公證 就這些東西要用 然後再去做保險金信託 然後要跟保險公司用 然後要用到銀行 那時候是決定用銀行 程序還沒跑完 媽媽就死掉了 就真的那時候很快 我想為什麼不早一點來處理呢 好 因為現在 離婚的真的蠻多的 然後遇到這個問題的也有 所以 要注意 像這種情形 遺囑信託 也可以 透過離遺囑的方式 再找一個委託人 這樣至少財產就是 不要讓 不要讓財產直接到未成年子女名下 要不然就會變成是 前夫婦或前妻 在託館 在管理 反正以後還可以要回來 就不當得理 我什麼 要不回來的 就要不回來 真的是要不回來 好 那我們這個 死亡前兩年的鎮餘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涉及到 遺產稅的問題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在做遺囑信託的時候 遺囑信託的時候 會先幫他規劃他的遺產稅 大概要看一下 那這個其實在新聞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死亡前兩年 放棄中華民國國籍的 還是要課稅 所以放棄國籍這個沒有用 這是廢話 不用講 那死亡前兩年的鎮餘 要併同到 課證遺產稅 死亡前兩年的鎮餘 會鎮餘給配偶 或者是 法定的繼承人 代位繼承人 繼承人的配偶的部分 兩年內鎮也要算回去 這可能大家都知道 然後呢 那一般來講 鎮餘了 你至少就要 反正就撐兩年嘛 我就撐過 就沒事了 那如果你是 受 他這邊就寫什麼 第二點喔 因病同遺產 課增遺產稅 對不對 他就講說 課增遺產稅 但是 對誰課 對納稅義務人 納稅義務人是誰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 就是 第二順位好了 通常喔 就是被繼承人 或受益證人 那問題是 他沒有說要對 受贈的配偶 客啊 所以這時候受贈的會怎樣 受贈的這些 兩年前受贈的這些人 會拋棄繼承 所以如果你的客人就是 就是這個受贈人 你就跟他說那你就拋棄繼承好了 因為拋棄繼承那個遺產稅 就跟你沒關係 對嘛 法令明文規定啊 就是 繼承人是納稅義務人 那我拋棄繼承了 我是從繼承開始 我就不是繼承人 所以你要繳多少稅 你要算多少回去 算多少回去 病同遺產 課增遺產稅 那跟我都沒關係了 反正我就是拋棄繼承 所以就延伸什麼問題 延伸那個 剩下繼承的那個人就很衰 因為錢他拿不回來 但是他是納稅義務人 所以你自己要去算一下 如果情況不對的話 就跟著拋棄吧 就只能這樣子 就只能這樣 可是這樣就很尷尬 因為 這邊是稅法的問題 這邊是稅法問題 但是如果有涉及到 民法的遺產的歸扣 那些問題 你如果拋棄了 你那些權利也沒有了 所以你要自己去 擲筊門看 看哪個會比較有利 真的這個就不一定了 好 那那個遺產在算的時候 像我們在做遺囑信託的時候 也會去看他的遺產清冊 我們在做遺囑的時候 應該都會請納稅義務人 調遺產清冊吧 基本上會 會掉 那遺產清冊 國稅局調 原則上會出現的 大概就是 不動產一定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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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動產會掉的出來 動產大概只有車子會掉的出來 汽車然後跟股票 大概就這樣子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金融資產的話 就可能要另外掉 國稅局 現在遺產所以他是可以那個 可以和平一起掉 所以在價值的計算 其實還蠻 蠻重要的 因為他牽扯到說 到底 實際上要繳多少遺產稅 所以以被繼承人死亡 日 的實價 那土地呢 公告限制 這個沒有問題嗎 房屋平定價值 上市櫃呢 收盤價 然後還有 禁止 其他的話就是禁止 公司的禁止 那像 我自己在申報遺產稅的時候 都會跟當事人說 報出去 然後 報出去之後 因為他說 一定會被補稅 一定會被調高 如果你有公司 一定會被調高 為什麼 因為那個禁止 一定會是錯的 國稅局 給你的那個 財產清澈的 未上市歸公司的股票 或者是 獨資合伙 那個禁止 百分之百絕對是錯的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 就報錯的嘛 所以每次都報錯的 然後再讓他調整 再讓他調整 這很正常 重點是 越早報 越好 越早報 讓他開始審 因為 報進去之後 他在審核期間 只要你還在申報期間內 都可以做更正 所以我才會覺得 我自己在報遺產稅我都是 越早 越早報進去 越好 越早報進去 因為主要是那個 不動產的部分 我們後面也會提到 有一些 像 股東往來 如果 如果跟公司之間 有一些借款關係 那個都不是 是繼承人能知道的東西 那都不是繼承人能知道的東西 都是 被 不能說被抓到 因為我就是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我的錯 但是 真的很容易發生 所以有時候要 注意一下 有時候如果你在幫 客人在申報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有看到 有提醒他 有提醒他 他以後出事了 雖然不會感激你 就出事了 但是 至少你有跟他提過 他會覺得 比較那個一點 比較好一點 好 那 受益症人 背景人 已無前述親屬關係時 不併入 這個可能就是涉及到 像收養的問題 或者是怎樣 確認親屬關係不存在 這都比較特例了 像牽扯到什麼 那個什麼 非婚生子女 就是那個親屬 家屬親屬關係到底在不在 那個東西 你放心 國稅局都 只會形式上審查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做出另一種主張 你一定要透過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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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說 你覺得某個人也是繼承的 或者某個人不是繼承的 反正就是要透過法院 國稅局不會去幫你 審核那個 身份關係的問題 好來看一下 當然前面還會有一個那個 剩餘財產分配的問題 剩餘財產分配的問題 其實像剩餘財產分配 也很重要 那遺囑信託 遺囑信託裡面的剩餘財產 你會定到嗎 應該 不可能 對不對 應該不可能 不好定 那 但是剩餘財產分配 其實它是一個 很好用的東西 不管是在 這種繼承關係底下 還是在 離婚 就是 離婚的時候 甚至假離婚 我們也有看過假離婚的 就是為什麼 因為 配偶可能有負債的 所以要離婚之後趕快把 財產做一個 切割 那個 剩餘財產分配也很重要 好 配偶間相互的剩餘 當然就是 不記錄遺產種 不記錄鎮魚種 但是如果被算回去 算回去遺產的時候 像剛剛講兩年內的鎮魚 被計算回去遺產的時候 它還要再 扣 扣掉 如果你之前有繳鎮魚稅 這是配偶 是沒有鎮魚稅 但是還有一個什麼 如果是不動產會有一個 土偵稅 所以它主要會再 追加回來的就是 扣掉 你之前如果已經繳過鎮魚稅 你之前繳過土偵稅的話 我可以幫你扣掉 扣掉 所以你不要想說 我受贈的財產之後 然後呢 我趕快拋棄繼承 那後面的遺產跟我沒關 但是你還是要看一下 如果當時的土偵稅有繳了不少 你還是可以去參與繼承 知道那個意思嗎 就是你要考慮到第一個是 你這筆遺產你拋棄繼承之後 你的遺產稅要繳多少 你如果沒有拋棄的話 你之前受贈的時候 有沒有繳過土偵稅跟鎮魚稅 但是土偵稅鎮魚稅 不是受贈人繳的吧 是那個鎮魚人繳的 但是你還是要去看 如果那些錢 夠去cover那些遺產稅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考慮說 不要去做一個拋棄繼承的動作 我就是這個都要去大概算一下 這個就要靠大家自己去算 因為我數學非常差 經常會算錯東西 所以我每次算完 我一定要丟給當事人 說你自己看一下 而且我一定要把算式寫得很清楚 跟他講我是怎麼算的 就寫得很清楚 還是會算錯 就很奇怪 好 那這個是兩年內 人因事為被繼承人的遺產 好 那這個 配偶兼相互鎮魚的財產 不動產股票的話 看一下 鄭宇仁應檢付不紀錄 民國107年以前 我印象蠻深的 107年以前 像在法院辦拋棄繼承的時候 還不用蓋硬件帳 就是自己去亂刻帳 就蓋一蓋就可以 107年之後 好像各法院幾乎都要求要硬件帳 那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那時候 在辦配偶兼不動產過戶的時候 是直接地震好像就可以辦了 就可以直接辦過戶 但是現在應該是 地震都一定要要求你要提供 國稅局出的那個 完稅或免稅證明 如果配偶的話就是免稅證明 就是免稅證明 就要提供這種東西 好 那配偶兼相互證與存款的時候 但245 第5號 因無產權移轉 所以可以免報 證與稅 這個都還好 所以啊 現在洗錢房治法很嚴重 很蠻嚴重的 我記得我以前在國稅局的時候 一年 一年是10件 難去腰 一年就10件 洗錢房治法通報的案件 就10件了很少 現在呢 在我最後離開的那一年 就 一個禮拜就10件了 就那個量很多 對於那個 提領現金這個問題 銀行那邊就 蠻注重的 那額外提一下 像提領現金 我們後面會提到 法律上的概念 動產是以移轉佔有 為交付的要件 所以原則上 你動產 交到那個人手上 你就是算把東西給他了 白話講就是這樣子 那錢呢 錢是動產嘛 錢是動產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說 以前在洗錢房治法 包含現在 在洗錢房治法 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 大額通貨提領 通貨就是現金嘛 大額通貨提領 從銀行領出來 那以前最常見的就是 人可能快要死掉了 快要死掉了 然後把現金領出來 那以前 國際局去查 主要銀行會有所謂的 大額通貨提領現金部 等於是就是反正看 實際上去領錢的 到底是誰啦 領款的傳票上 可能是蓋被繼承人的帳 但是實際上去領的那個人 可能是繼承人 那如果你被查到說 實際上你去領的是繼承人的時候 那會怎樣 因為動產是以交付為要件對不對 那你既然現金動產交付到你繼承人的手上了 我們就認為說 這個現金已經給繼承人了 已經給繼承人了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你繼承人你要自己講啊 那你講不出來就是什麼 就是正語 那就是正語的話 反正就是兩年內 他就會把它算回去 算回去遺產 所以後面慢慢的大家都知道這個情形 會怎樣 會推著輪椅拔 被繼承人 推去 親自領錢嘛 就是要讓他在那邊 親自領錢 那我們之前有遇到一個 那是非常非常例外的案例啊 他是推著父親去銀行親自領錢 錢也是交到那個父親的手上 抱著輪椅再推出來 他很有那個sense 他知道不能交給小孩子 然後那時候想啊可能沒救了 那時候就調那個監視器 就看到銀行除了照裡面 他也會照外面嘛 照外面的時候就看到說 他們上了一台計程車 上了計程車的時候 就看到爸爸把錢 放到兒子手上 就這個動作 你知道他的意思嗎 我會覺得 就 太誇張了齁 有點天兵啦 不過 確實他就說這樣 因為就轉交了 所以他就認為說 你看已經轉過去了 放到兒子身上之後就上計程車啦 他說那你上計程車之後 有沒有再拿給爸爸 這很重要嗎 我覺得 對反正他就說 動產就已轉了 所以還是做證 知道那個意思齁 所以結論就是 要把 坐計程車離遠一點 就是 離銀行大門 因為外面裡面都有照啊 然後還有什麼 像這種情形 父親 出院 第一步會先掉什麼 唉 唉 沒有繳正與稅 因為他那是兩年內 就死掉了 但是因為查到那個東西 就是把它送回去遺產 嘿 其實以前 蠻多蠻好玩的 還有跟那個 去協同開那個保險箱 那個也蠻好玩的 對那個都要錄影 然後那開保險箱 就有點像開盲盒那種感覺 對啊 這是廢話啦 然後 前提啦 前提是什麼 那個 如果你真的要推著你的長輩 到銀行去領錢 如果長輩是住院的狀態 記得要幫他請假 我也後來才知道 原來 住院還要請假這一回事 就是 你住院如果沒請假 你直接推著爸爸出來 的時候 因為國稅局 我們那時候第一件事 遇到這個 都會先去 發喊問那個醫院 說 這段期間內 這個 或者哪一天 那個某某某 是不是在住院 因為醫院 不知道你請假 所以醫院會說 我這段期間內 都在住院 既然 都在住院 就不可能 我們就說 那就不可能是你領的錢 所以就會給你算入遺產 知道那個意思 所以要請假 醫院會不會准 我不知道啦 因為我也不知道醫院請假 跟準假的標準在哪裡 那個 那個是一個 蠻特別的案例 其實我覺得那個 是有點問題 好 那遺產稅的申報期限 死亡之日期 六個月內要辦理申報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GNG關護利害關係人 可以申請法院 指定遺產管理的 所以像我們剛講那個情形 沒有遺囑執行人 也沒有繼承人 然後呢 我是受遺症的 那我又不能報遺產稅的時候 怎麼辦 你就要趕快去 你是厲害關係的 你就要去申請一個遺產管理人 反正就是要讓他報 報稅 要報稅 這時候你要怎麼辦 你那個受遺症的 你要先自己去 最好 最好 自己去找一個律師 或者找一個代書 都可以 反正就是那種 然後就跟他說 欸我申請你當 那個遺產管理人 好不好 因為你要趕快幫我報稅 然後財產什麼資料 我都有了 都先給你 你看你去報稅 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財產比較多 負債比較少 所以你可以拿到遺產管理人的報酬 然後這個遺產管理人 律師或代書一定會說好 然後呢 你這個受遺症人 再趕快去法院 申請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 然後建議由那個律師 就類似這樣子 國稅局都是這樣 因為我做了好多間國稅局的遺產管理人 但是我做的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好 都是那個欠稅欠了很多 都沒有欠 然後他說那為什麼要遺產管理人 就是因為欠很多 所以他那個稅單 如果計程都拋棄計程的時候 他那個稅單沒人送 你知道像那個稅單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送答的問題 送答的問題 取證 就是送答 你行政處分 你沒送答到人家 因受送答人身上 你這個稅單就沒辦法生效 你稅單送答生效之後 以後欠稅 那個是欠稅的問題 我就欠在那邊我沒差 但是我不能讓我的處分 卡在那邊動不了啊 所以我的角色就是 收稅單的那一個 就是幫國際局收 他們會找我 我就會幫他們收 所以那時候我們那個助理啊 就 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他 想要離職你知道嗎 他就一直收到我的稅單 什麼 曾律師 什麼遺產管理人 什麼什麼 然後什麼破產管理人 清算人 然後欠稅 50萬 60萬 70萬 100萬 200萬 他就說慘了我們這個事務所 可能要倒掉了 然後他想要離職 他說沒有啦沒有關係啊 那個是 那個是 沒有問題的啦 反正就是欠稅這樣而已 好啦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有沒有 那個納稅義務人 一一一證稅法 第六條 我剛剛講第七條 可能講錯了 第七條是那個納稅義務人的轉換 就是比如說像鎮宇的時候 那個 應該是鎮宇人要繳鎮宇稅嘛 例如啦 結果受鎮人 鎮宇人死掉了 就變受鎮人變納稅義務人 那邊也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遇到齁 我們有之前遇到了一件齁 那件是很特別 它就是 我們先講那一件好了 它就是怎樣 各位 各位可能在今天機關經常會遇到 稅務人員的想法跟 學法律的人的想法不一樣 我會覺得說 老師你是學什麼的 我是學法律的 所以我在稅務機關的時候 被稅務人員排擠 現在當律師的又被法官排擠 就是兩邊都覺得我怪怪的 那稅務人員它的想法 它是它比較偏向 如果各位是比較商科類的 我們會比較偏向 所謂的一個大水缸理論 反正就是這一坨欠稅 你就是給我清乾淨 反正你有逃漏稅 只要還在這一坨 這個大水缸的範圍裡面 那你就沒有逃漏稅 但是如果你欠的稅 或者是你的收入 比這一個大水庫還多的時候 我就認為你有逃漏稅 反正就是 用一個總數去加減的那種概念 那這種概念呢 會經常會影響到 遺產稅的申報 就是怎樣 被繼承人會不會有欠稅 死掉的時候 有可能對不對 有可能 那請問一下 被繼承人的欠稅 誰要去繳啊 繼承人要去繳 如果繼 欠稅應該是用遺產去繳 但是 如果說 被繼承人 欠了一個贈餘稅 或 飲業稅或所得稅 不管了 欠了一個所得稅在那邊 那我在 報 遺產稅的時候 我要先把 被繼承人之前欠的稅 繳掉嗎 你們覺得呢 應該不用吧 我遺產稅是看 我繼承的這批遺產 它是不是有權利 有義務 啊義務可能是那些稅金 負債什麼 啊我兩邊加起來 如果 是在免稅額內 我是不是就不用繳遺產稅 對吧 是這樣沒錯嘛 我不用繳遺產稅 你就給我一個免稅證明嘛 我拿到免稅證明之後 我財產就會開始過戶 過戶完了之後 我會去清償那些債務嘛 流程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對吧 你們有遇到過那個稅務人員跟你們說 欸 你那個被繼承人 有欠所得稅喔 你要把所得稅 清償了 我才要發 免稅證明給你 有遇到過嗎 沒有 我遇到過一次 我遇到過一次 但是我就是要拿那個 免稅證明去做 財產過務 後來我怎麼跟那個 那個稅務人員 承辦人員講 都講不通耶 我還拜託我的 還在局裡面的朋友 去跟他講 還是講不通 就真的就講不通 後來就怎麼辦 後來既然是地震 地震啊 地震機關 因為我那個要辦一個 土地過戶嘛 就是既然是地震機關的人 幫我去跟那個承辦人講 說那個所得稅跟那個遺產稅 是兩回事啊 你所得稅這裡的遺產的 進額是免稅額內 就不用繳啊 就不用繳 你後續要怎麼清償 那是後續的事啊 他竟然就准 奇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天地震 我就這樣 後來就准了之後 我們就是繳完稅 購完戶之後 然後再拿到存款 之後再去 清償被繼承人的債務 程序上我們就變成是這樣子跑了啦 所以如果遇到這種情形怎麼辦 申報書用寄的 因為他就是這樣不收我申報書 他跟我說 不清償他不收 就很氣啊 我其實真的很氣 因為那個真的還蠻氣的 所以後來就直接寄給他 寄給他 手倒也是打過來唸啊 但是我寄過 三次三次用這樣寄的 為什麼印象很深 因為有一次他竟然退給我 你知道嗎 他竟然退給我 然後我那時候就 不理他 因為反正我已經有 雙掛已經有送到了 申報書 啊你資料退給我 我就 我就怎樣 我還是有申報啊 你退給我你又沒有公文 他沒有公文 他是直接 我一疊寄給他 他又一疊退給我 對 然後我說沒關係 反正我已經寄 你又沒有公文 我哪知道你寄這疊給我是什麼意思 對 反正我已經報了 這樣子 我就打電話告訴我我已經報了 你退這個 你要不然你就公文給我 你要是公文給我 我就認了 我就認命 你敢公文給我 因為公文的話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 我們 後面會講到 要善用 善用那個 複查制度 我們稅捐是複查 複查 因為 像那種東西 如果是課稅 課稅 課稅處分 我們是提複查 啊如果是 非課稅的 其他任何的處分 他都是直接提宿願 這個 這個其實有時候 你們跟那個當事 跟那個承辦人講 承辦人會怕到 因為 複查是誰處理 比如說我今天是 稅務員 我開一張稅單給你 你稅單你不服 你提複查 你複查你是跟我提嗎 跟我提 我處理這個複查案嗎 不是 是另一個人提 另一個法務人員 去處理那個複查案 所以我沒差啊 反正我已經結束了 後面會有其他人處理 但是如果是 禁提宿願 就不一樣 像剛剛的 我申報了 你不收 你不收 這是不是課稅處分 這不是 這是你拒絕收 我的申請書 你把我的申請書 駁回 的處分 所以他不用提複查 他是 禁提宿願 禁提宿願 你就要跟承辦人說 我禁提宿願的話 就是你要自己處理喔 就是這個承辦人 要自己處理這一件 案件 其實如果聽到 他有些就會 當下他不會屈服 但是他會去問 問一下之後 如果他發覺說 唉唷不對喔 我這個如果 做錯了要處理 是後續處理 自己要處理的時候 他就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 不收你的案件 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而已 好 好那 遺囑執行人 然後 繼承人 即 受遺症人 所以 一般我們實務上 在看是 要有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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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有受遺症人 也可以當納稅議員的問題 所以剛剛有提過嗎 如果沒有繼承人的時候 他就直接跳到第三個 跳到第三個就是 遺產管理人 遺產管理人 那如果有 遺囑執行人的時候 繼承人可不可以去報遺產稅 我剛是不是有講 有些會 繼承人就直接去報了嘛 啊基恩機關就受理了 對不對 那個前提是 基恩機關因為他不知道 有遺囑執行人喔 那是他不知道喔 所以他讓你報了 也報過了 錢如果也繳了 財產都過戶了 大家都沒事 皆大歡喜 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 但是如果 遺囑執行人跳出來 他也去報了遺產稅的時候 你繼承人 報的那個遺產稅 就會被打槍 就會被駁回 這個要知道 因為我們之前有遇到的是 繼承人喔 那個也是 台北一個繼承人 台南一個繼承人 那因為 台北那個繼承人就說 欸我不要讓台南的媽媽去 做剩餘財產分配 所以台北那個繼承人 馬上就去報遺產稅了 就是直接報一個比較高的金額 因為他要繳完稅之後 他要趕快過戶把錢都拿走 然後媽媽呢 媽媽因為在台南 台南他有另外一個女兒 不能講另外一個女兒 就是妹妹啦 他就幫他報遺產 也報遺產稅 就有行使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那後來呢 後來是怎樣 台南報一個 台北報一個怎麼辦 反正你不管哪裡報的 最後就會全部歸戶到 被繼承人 死亡死戶籍所在地的 寄生機關去做查核 因為審查不會那麼快 審查不會那麼快 所以今天就看到之後 他會怎樣 他會去判斷 原則上怎樣 原則上有行使 就是生理財產分配請求權 他還是會去做一個實質的審查 所以台北報的那個就會被調整 會變少 會比他申報的還要少 那說到這個 一般遺產稅申報時間大概會多久 原則上如果你是在什麼 在免稅額度內的 應該兩天內都可以拿得到吧 甚至當天都可以拿得到 所以啊 像一般有時候我們在講 有些人如果非常非常急著要過戶 就比較麻煩 就是不動產的部分 如果還 你就先報 如果還在免稅額內 你先報 報了之後呢 他如果初步 至少跟財產清澈相符 財產清澈如果調起來 大概可能還在1200 1500 600以內 可能還在免稅額內的時候 你就照著那個先報 報了之後馬上去 拿到免稅證明 然後就可以辦過戶 然後呢 但是你在六個月內 你要再補申報其他的 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覺得你有很多財產 但是在財產清澈裡面 可能剛好這一堆還在免稅額內 你就先報 報了之後拿到免稅證明之後 再補申報其他的 這樣子就可以 盡快達到先過戶的目的 因為我這輩子 報的第一份遺產稅 就是我阿嬤過世的時候遺產稅 那時候我還在國稅局工作 我那時候 局內的人在辦事還是不一樣 就到屏東分局區 從地狀 到拿到我的免稅證明 我那杯咖啡還沒喝完 就真的大概三分鐘內就拿到 其實那個真的可以很快 有時候在報的時候 像不動產阿什麼 他們會要求你要什麼 你要再提供權狀 權狀阿銀本阿什麼那些東西 其實那些東西 都有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我也是很難理解 為什麼還要再 再要求納稅譯文再提供 但是 今天機關的說法 包含我那時候說法是這樣 因為資訊交換有一個時間落差 所以我們今天機關的不一定準 所以請你去地震拿 比較準 他說誒真笑耶 但是我我也沒有到地震拿 我是拿我以前的權狀 你也是認阿 所以就 也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不過我現在也是 覺得就這樣 反正 時間緊迫如果不行 就是用記的啦 就是用記的 好那這個是另外的那個遺產管理人的 那個申報期間 他戒滿後一年 戒滿後一年的這個問題 後面這個比較不重要 跟我們遺囑心都沒關係 我們後面會提到 我不知道會不會講到 我先簡單跳開一個東西 講一個比較實務的東西 我問你們喔 那個遺產稅我們是不是講六個月內申報 先不要管九個月的問題 六個月內申報 那原則上喔 如果被基層人死掉 繼承人 繼承人 繼承人是成年人的時候 成年人 那他沒有在期間內申報 是不是要處罰 我們一陣睡法 就兩倍以下嘛 對不對 反正就是一個處罰 兩倍還是三倍 忘記了 那 這時候處罰沒問題對不對 那有時候我們後面會提到 很多財產 有很多的財產 其實 就是 繼承人也不一定知道 對不對 你真的不知道啊 那 有些東西是知道 但是又很不想報啊 就是賭國稅局不知道啊 所以就不想報 那怎麼辦 就 講真的 以我們立場當然說 要誠實申報啊 對不對 但是 實際上 要把風險降到最低的話 縱使要 有些東西先不想申報的時候 你 補稅不怕嘛 被你抓到了 補稅就認了 就真的被抓到 但是 那個處罰就有一點 心痛了嘛 因為你是多 多付出了一筆發緩 所以啊 像我們有時候會說 那 原則上喔 你要不要 我們可以拋棄繼承 對不對 你如果說 爺爺過世 兒子女兒 大部分都成年了 所以 你 兒子女兒這邊都拋棄 先不要考慮那個 繼承人的免稅額的問題 你 這邊兒子輩 都拋棄的話 拋棄完的話 繼承人是不是就變得 第三代 孫子輩了嘛 孫子輩如果未成年 好現在問題就來了 如果 繼承人是 未成年的時候 未成年人 然後呢 申報遺產稅的時候 有短肉報了 可不可以處罰 就 可以嗎 可以處罰誰 處罰那個未成年人嗎 未成年呢 如果說今天 講誇張一點的例子 爸爸媽媽這輩 第二代都拋棄完了 然後第三代的是 一歲兩歲三歲的 然後你歲單開出來 那歲醫務人齁 一歲的小孩 就一個名字在那 然後處一輩罰 罰得下去嗎 對啊會很奇怪吧 處罰定代理人嗎 可是處罰可以罰 法定代理人嗎 如果換個情形 假設你們今天報遺產稅 你們是委託一個律師處理 委託一個律師幫你報遺產稅 結果律師報錯了 律師報錯處罰誰 遺產機關是處罰誰 還是處罰那歲醫務人 然後不會去處罰代理人 對不對 對 只是說 那個 那個什麼 被處罰的 如果你是成年 你被處罰了 你再去找那個律師算帳 因為你委託那個律師處理 問題是法定代理人 好 我只跟大家講可以用這個方法 你們找不到這個解釋令 但是有做到免罰 對 我只是說因為未成年嗎 你不能處罰他啊 光處罰的主體你就 處罰主體 稅法上的處罰主體你去看 他只能處罰 納稅醫務人 他只能處罰納稅醫務人 你去找你絕對找不到一個 處罰納稅醫務人的代理人 或法定代理人 你真的找不到 沒辦法 應該要求罰 有 Всё 有 V offline 他只能有訪 referrals 會有V 好